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新峰研究所 1993年是任天堂推出紅白機的十周年 廠商在超級任天堂上推出 Super Mario Collection 裡面包含四款紅白機的 Super Mario 作品 我之前說過很喜歡這個版本 因為這幾款遊戲都真的伏刻過很多次 但每次都只是將原來的版本重新發行 最多都只是加了一些進度儲存的功能 但這個超任的版本就用了16bit的技術重新製作 提升了繪圖和音樂之後 就變成類似Super Mario World的風格 而角色的動作都做了一些微調 為日後電子遊戲重製樹立榜樣 到了2010年任天堂紀念Super Mario推出25周年 在V上面推出Super Mario Collection Special Pack 套裝除了修錄這款遊戲 裡面還有一本歷史畫冊 同一隻Soundtrack 當時很快就賣光 要再度家人推出 好像Toy Story 一樣 一著燈的角色就定型 變回做玩具 可以看到超任的畫面是比紅白機好多 解像度由256x240 提升到512x480 可以同時顯示的顏色就由25隻顏色 提升到256隻顏色 裡面包含四款紅白機的Super Mario作品 包括Super Mario Brothers Super Mario Brothers 2 Super Mario USA 和Super Mario Brothers 3 我今天就用它來再挑戰一下Super Mario Brothers競速爆機 看看做不做到更快的時間 除了畫面漂亮了 背景都加了動動的效果 Mario由3條命增加到5條命 創傷由那時開始 將遊戲難度慢慢降低 希望玩家可以玩得久一點 水管下面加了全新的背幕 和背景圖案 每關過場都有一張縮圖 預告接下來那關的地形 和將會出現的敵人 以及用了Super Mario World的Sound Effect 設計師做了一些碰撞力學的微條 大家有沒有發現 跳躍和頂磚的動作 都比以前自然流暢 因為處理器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 當時大部分的卷軸遊戲背景 都會造成視差滾動 即是製作幾個塗層 以不同的速度滾動 營造立體效果 沒有看到幾年 Nario的肚子好像大了很多 好像大了很多 好像大了很多 嘩! 嘩!還不肯差一點 跌落坑 嘩!這麼快 我們又跳到第八關了 哎呀!很少在這裡失守 要小心一點 先試一下 哎!又試差點跌落坑 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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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這裡好像有隻菇 這麼快又縮光了 好,沒有錯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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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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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